哈囉各位單車時代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貝哥 我身邊是我們網紅大大No.13 哈囉大家早安 大家好 對他今天講話有點有趣無力 還抱一個抱枕 因為 中午就要進去關了 對 心情不好 對我們趕在 最後的 一點 一點時間 三五個小時再陪大家聊一下 歡意的第二週 OK我們就長話短說啦 那 第二週過後我覺得 好像有的人不太妙齁 你買Ruggerich那些彩晶應該是差不多了 要屌了 準備要屌了 我現在整個 心裡有點緊張 對有一點點 昨天結束之後Ruggerich看起來有一點點不太妙 他在其實在 第一週結束的時候就第九站Ruggerich其實是 領先的 分數是非常多的 離他最近的Nibali 差了快兩分鐘 那麼穿上粉紅衫現在 現任粉紅衫的Kalapa只是相差 超過三分鐘以上 那根本不用說 Landa這些人都是 四分鐘起跳的 可是 可是可是 在第二週這幾個 也不算真正的很大的山 這幾座山跑完以後 Ruggerich整個 優勢就 爬一下 對那我感覺 他的秒差就是 一分一秒 開始慢慢被大家追進 然後 當然 其他人也很積極 像是Kalapa 然後Nibali 幾乎每一站都 試著要再多 從他身上多撈一點秒數回來 那 其實 應該說他在計時賽表現得很強勢 那個樣子 而且那還是有爬破計時賽 可是為什麼到了真正的 登山戰的時候 你會覺得Ruggerich 好像有一點那種 要走不走 然後 那種有點後繼無力的感覺 我覺得 倒也不至於到後繼無力 因為像他在第13戰就是Sagari拿單戰內 內戰啦 他跟 尼巴里 我不知道內戰尼巴里有沒有很認真攻擊 但就是說內戰他跟尼巴里也算是 互盯了啦 互盯了 就是盯著對方啦 因為尼巴里也不怕其他人跑 然後 Ruggerich 他的主要 看他主要的假想體 應該也是尼巴里為主 所以他就是 他那天跟尼巴里算是共進共退 也沒有說誰比較強制之類的 不過那一天 就是給了 Kalapaz 還有 像Landa 這些人 是一個機會的 因為畢竟這些人都有 出去攻擊 然後 成績有 拿出完 然後 秒數就是追進了嘛 那你覺得 這一戰是不是真的是對一個 總牌排名 開始起了一些化學變化 我覺得 有 大家開始 有一點開始洗牌 接戰結束之後真的是開始有點洗牌 就是哪一些 哪些選手真的開始有 應該是GC版開始白熱化 然後你就可以看出現在哪些選手是真的在 第二第三週真的有實力可以去 爭奪粉紅山 就是那些 阿薩布魯的會慢慢被洗掉了 對可是 有幾個真的是 潛藏的對手 像粉紅山Kalapaz 真的是從那一戰 整個就浮出一個水面 對啊 那他 賽前他跟 Miklanda都算是Movie Star的熱門 然後 Kalapaz去年 他 總牌第四名 然後他 好像沒有穿到白衫 白衫好像 我們也記得是Lupes 穿到 反正Kalapaz他去年就已經很強 所以他去年就已經拿了一個單戰冠軍 所以我覺得 他算是Movie Star的 主將 雖然說現在大家看不出Movie Star的主將到底是 Landa還是Kalapaz 不過 我覺得就算是Kalapaz 他也確實是很有 當主將的實力 連在第二週這麼囂張的 都有 都有當主將的實力 都很有子彈可以噴 對對對 OK那你剛才也講到 Movie Star今年就是一個雙主將的策略 有時候車隊搞一個雙主將 好像一個山頭 放了兩個搶的人進去 有時候會不會打架 你看Movie Star第三週會不會大家和諧 還是 我覺得 Landa他本來就不是跟車隊很合群 比如說Kalapaz Kalapaz可能比較按 也不能說按規矩來 但就是說 Miklanda的戰術比較不按牌底出牌 Kalapaz的比較可以預測 對 不過我覺得 至少我們從 就是後面兩站 就是Kalapaz的 時間比較好 然後 甚至穿到粉紅上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包含像 就是像昨天第15站 Kalapaz 他們都跟著Nibai跑掉以後 Landa是不是很 真的很安分的就去顧一下Ruggerage 但他後面還是有追啦 我覺得Landa 恩 他的工作 Landa他的工作 當Kalapaz出去的時候 他 我覺得他 無論如何都還是要牽制一下Ruggerage 因為畢竟那是他的 他的本分工作 他不能說 那要嘛就是跟著Kalapaz跑 那要嘛就是 留下來牽制嘛 總共有人做後面的工作 對 那其實Landa昨天也沒有說輸很多 大概就輸 Kalapaz 10 10秒 10多秒 不到 不會到那種30分 30秒40秒 那種 所以他也是 他也沒有整個說放掉 他應該說他就是牽制在他後面的極條而已 他沒有100%去顧Ruggerage Ruggerage昨天還有摔車 對他摔車所以 整個Landa他也追不到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 以目前的走勢來看Landa Landa會不會就是 OK好吧 那我就是 把Kalapaz這個 厄瓜多的小老弟 當作是 主將了 我就是甘心 退居到 第二主將的位置 還是他有可能在第三週也給你 來一團這樣子 來個粉紅山內戰 我覺得他可能會內戰一下 因為我覺得Landa 畢竟Landa今年是最後一年待在Movie Star 然後他 明年的合約還沒有確定 我相信他也很想做一點什麼 然後 畢竟他 生涯從來沒有穿過三大賽冠軍嘛 那我覺得他 他一定很想 表現 表現一點什麼啦 因為他現在其實說真的他現在落後Kalapaz3分鐘15秒 但是如果 如果說Kalapaz在 這一週突然整個大爆炸 或是說 你看Landa在哪一戰突然 大膽的進攻 蛋飛然後賺很多時間 也是有可能 傳到粉紅山 對啊 OK 那 大家也看其實 這第二週 真的是 30、40、45戰 也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我們先 先講的 就是我們粉紅山跟他的 隊友Movie Star這些事情 我們現在要繼續講的就是 我們本來以為 很穩的 會拿到總冠軍 尤其是第二週他應該可以黯然度過的 Rogery去 他在第二週真的是 一直在往下滑 有點無險啦 我覺得Rogery他 一剛開始啦 他原本有機會 可以搶到粉紅山內戰 他後來讓Kalapa 就是Kalapa單配出去內戰 他原本有機會去搶到粉紅山 他只要積極一點 去守住 跟Kalapa的時間 我覺得他內戰是有機會搶到粉紅山 可是我覺得他內戰是 刻意的表現 不要那麼早穿到粉紅山 對 那 一方面我覺得是體育分配的問題 就是說他如果 在14戰就搶到粉紅山 15戰隊友就要出來領機 那這隊 他的隊友本身就沒有特別強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 他有考量到隊友的 能力跟體力分配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 好像那麼早就想到粉紅山 也算是一個戰術 可以說是戰術性的一種 禮讓啦 可是像這樣子的話 到第15戰 就是像我們昨天那一戰 他在最後一個 最後大概 十幾二十公分的時候 狀況真的非常之多 又是機械故障換車到最後甚至 差點摔得很嚴重 你會不會聯想到就是 幾年前 那個他 另外一個隊友 Karusseric 一樣摔到血隊裡 那種感覺 我也是 是有想過這個話 是有想過這件事情 不過 我覺得Rogueley他應該 不能說他心裡有數 我覺得他也沒辦法預計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說他也是盡他的 能力去保護 保護現在這個位置 雖然說他現在沒有穿到粉紅山 可是我覺得他也是 很努力在保護現在這個位置 而且他像他 昨天 昨天算一算他也沒有落後很多啦 就大概 不過也40秒了 對對他落後 他落後Karpa 40秒左右 對 然後 對啊 這 怎麼講呢 這個40秒 因為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第四站有摔車 他跟著 就是沒有事情 然後面都被擋 擋到了 所以 那一站差20幾秒 可是你看 就是 一站 一站一個摔車 又一個40秒 吐回去了 所以說 有時候大賽你沒有辦法去預測說 你每一站每一站是不是真的很能夠安全下轉 有時候你可能手上有半分鐘或者是一分鐘 但可能一個小事情就讓你整個就是 就回了 對 那其實除了 Logage 以外 其實 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 這幾天 很沉默 但是有一點點 動作 但又 沒有做很多的 就是Nibari Nibari 我覺得Nibari他已經 他已經在盤算自己的 因為畢竟這是他的賽場 你看他昨天 昨天他就表現得很積極 就是說 昨天跟前天他都表現得很積極 就是說他知道說什麼時候該進攻 什麼時候 做什麼事情 可以多爭取一點秒差 我覺得他 他在每一站都很努力去爭取 他應該可以爭取他的時間 就是他一點機會都沒有浪費 對 就是一個很老練的一個選手 你沒有放機會給他的時候他也不會強攻 但你只要露出一點點縫隙 他就像 鯊魚混到血一樣 直接就上去咬了 對 他也不是說 他昨天 昨天他真的是 蠻積極的 尤其在最後三頭 我也以為最後三頭 大家會很 屁實的就給他過去 喔 就是大鍋槽了 尤其是Nibari 一聽到Lugage落隊以後 真的是 沒在客氣的 我覺得他應該 他昨天還真的 試著要單飛一下 就試著 要拉開Karapa 去單飛出去 不過好險 Karapa那個團隊 那個 那個小集團 那個集團也是要求有夠積極的 硬是咬回來 硬是咬回來 就不讓你跑 對啊 其實我覺得Nibari 除了就是經驗嘛 然後 再來就是地主 其實他的隊友 目前感覺也是蠻給力的 隊友其實就是 Pas of Evo跟 Karuzo 這兩個 我覺得這兩個就是 輪班啦 就是一天 Pas of Evo 一天是Karuzo 那我覺得Karuzo真的是 超給力的 對也是很任命的 那第14戰 就是在主集團那邊三進三出 大家已經 弄得水生火熱了 可是他就是有辦法回來 再繼續領域 我真的超佩服他 真的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就是說 這種大比賽 一對八個人真的是 如果你的隊友都 很給力的話 你很多事情 你不用那麼的緊張 對對對 你不用擔心會有人跑出去啦 不用擔心會 遇到什麼事情的 一些附上的時候沒有人救你 對啊所以你看像 80 Merida 或是Movie Star 他們都是有一班 很強的副手們 在支撐的主將 可是像Royish 他的Young Bovis 好像就是 差一口呀 對啦 所以他的隊友基本上 能在最後20公里 還在主集團 不要說出來領域 還在主集團內就應該要偷下 要排手了 對 今天回去可以加菜了 對對對 當他們副手也是要有條件說 可能身高差 其實這次Nibali 蠻辛苦定 因為其實像Royish 他的副手 跟他的身高差沒有差很多 所以他的車子可以直接 就丟給Royish 如果Royish 譬如說車子摔壞 或者掉耳斷了 他可能副手的車 就可以直接丟給Royish 直接丟給Royish 可是你會想想 Karuzo啊 Karuzo比Nibali高那麼多 Po3 Pro又比Nibali 海那麼多 所以他們的車子 沒有辦法交換 所以 當Nibali如果出現機械故障 要嘛 如果只是破台還可以處理 可是那如果車子摔壞 可能真的很難 去騎這兩個副手的車 所以 英格說起來 Nibali也算是蠻辛苦的 他的副手 很好用 可是還沒有 好用到滿分 對就是器材沒有辦法馬上支援他 但如果有類似的情節 第三週發生 就只有他 他說的 OK好 我們第二週大概就是知道說 本來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局面 突然變成一個大亂鬥了啦 那所以 第三週 你覺得 13大你會不會覺得 變成一個超展開的那個 我是非常期待 可是 我一方面很期待 一方面也很不期待 因為我看不到 我要錯過3000 所以我沒辦法 只能看highlight而已 我只能幻想 我只能隔天看highlight而已 不過我們 16站因為 有一座山頭 就是他們這一站的 本地環境最高峰 對 因為現在因為積雪的關係 所以他們 歡迎光光把那站 那個山頭取消掉了 有路線修改掉了 有路線修改掉了 然後 整體上 看起來 你如果從單圖 看那個路線圖 你會覺得說 好像少了很多 其實但是 他們把路線繞到旁邊的附近 附近的山頭 就繞了之後 在第16站的 總爬升還是有 4800米 這麼多 也是很硬 也是很硬 而且然後 現在你看到的 最後這座山頭 就是第16站的 這座最後山頭 是原本 原本路線的第一座 所以 嚴格說起來 還是有爬到該爬的 而且 都沒有 偷懶的空間 而且Monte Rolo這座山 也蠻懶的 他平均 我看大概也是 8到9%以上 而且是個一級坡 那 過完這個之後 終點 也還是一個爬坡 雖然他不是登山點 但 就是你知道 一路往上爬 這個就是很要修 就是你會覺得 其實這幾天的這種 戰況 只要 你在爬坡上 有一點點落後 大家下坡是 不會再客氣的了 對對對 那其實後面的話 像第17站的話 他 終點一樣是個深入 但他又是 那種突然 在最後 兩三公里 又一個 很陡的爬升 又是一個 給你好看的那一種 最後 大家在最後再決勝負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最後 有一個9% 大概兩三公里以上 都是這麼長的 這波真的是很硬啊 不過我覺得今年環翼路線還是算 算客氣 因為他們一般都會安排一些需要弄到CD盤的路線 但今年看起來都還是用標準盤就可以度過了 對那 其實 16、17、18、19 可能都會產生一些變化啦 但是如果到第20的話 13站你看 這麼精美的幾個爬坡 這個路線 對 看了實在是 頭疼 不過 因為 我也說不上來 因為我 我也說不上來 這段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當然 當然 我覺得GC數降門啦 因為畢竟 還有三天 三天的登山站嘛 沒有沒有這是 第20站 對第20站嘛 那我覺得 隔天就只剩下一個個人計時 對 那我覺得如果這站 他這站應該說他在第20站 一定要 把GC的 他如果還維持在GC2的話 我覺得他的時差 一定要縮緊到40秒到 30秒之間 他有可能在最後的 個人計時在逆著 因為最後一天只有十幾公里而已 對 最後一天只有十幾公里而已 然後 而且他那個路線不是 很困難的那種 爬升真的沒有很多啦 他的爬升不多 但是他彎很多 就是你如果有看 路線圖的話 就是他就是繞著那個市區 是一個技術性的 ITT 對 就是 你必須 能爭取的時間 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還有限 就是當我認真去審視那個 那個路線之後 我發現 能爭取的時間可能 比我們 原先預期的還多 還少一點 因為就是沒有什麼 大直線可以給你 盡情的做速度 對對對 你就是一直在尻彎而已 對 尻彎就是 減速 減速 加速 減速 對 如果你過彎技巧差可能真的有差別啦 但這種東西有時候你也很難說 對 而且一個破胎可能就會影響到 把你之前可能可以轉了二三十秒時間 全部都會突回來 所以 第三週其實每一站都會是重點啦 只是 在第20站的時候 也有可能 大家會在這邊發動一次 總決鬥 因為像你說的 想要拿冠軍的人 或者是想要追上的人 勢必都要把秒差在這邊 一次性的縮短 而且我覺得Roger 他 其實 把他把 逆轉勝這件事情壓到最後一站 其實風險還蠻高的 因為不是 不是每一年都可以像2012年那樣 就是像Rudy Arjada直接 把小學家這樣 撐掉一樣 或者是像 Tom Dumeron這樣子 Tom Dumeron也不是在最後一站 但他就是在 大概第19來第20 用計時單戰來翻盤 這個都是 一個 不能說是非常 保守的做法 這個有時候真的是 就像你說的 賭 這是賭人品 因為你如果一個破胎就全美了 所以我覺得Roger 他也可能會在第20 或是就是 更早之前 16時機站就開始做點事情 就是直接把秒差 可能直接 銷到像10秒 15秒 但就是我就是不算粉紅山 或者是說 他就直接先搶到粉紅山 然後20站 拼死拼火 去保護粉紅山 也不是不可能的 對 因為 就像剛剛13大講的 每一個 像現在就是高山站 你的副手要是沒有像卡路索或是 那個 像蘭達 Posso Vivo這些人 這麼的給力 真的是可以在好幾個 山頭一直帶著你的主將 你很快燒光以後 你就只剩主將一個人 在那邊自己搞自己了 所以我覺得 Rogerly他如果今年想要穿粉紅山 我覺得他在第3週一定要有 不能再像第1、第2週這麼 消極 對這麼消極 他一定要積極一點 就算說他的技術賽能力真的非常強 不過我覺得 到第3週 大家的體力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真的很有可能說崩盤就崩盤 就像去年的3VS一樣 就是大家 看他第1、第2週在那邊 搶搶搶 這樣搶搶 然後就第3週就這樣 砰 就直接 跳敗沒了 拍個久 有 那 到目前為止 你會覺得哪一個選手 比較看好啦 我看 第一個 我本來就很看好的Roger 對 就是我 比賽沒開始之前 我就壓他了 那Nibali我覺得也是威脅性非常高的選手 對 因為畢竟 他好說歹說也是 三大賽冠軍啦 就是三個賽道贏過了 那 我相信體力分配這一塊 還有他對路線的熟悉度 應該是場上所有選手裡面 數一數二的啦 對 就算不是最好也是前二前三的啦 對 那 包 那你剛說我們在厄瓜多那個小將嘛 卡爾帕 你覺得他跟Landa這個Movie Star 這一個有一點大家覺得是黑馬這個組合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卡爾帕他 我對卡爾帕真的不熟 然後 我也不知道說他 在第三週還會不會像 第二週這麼積極 因為 Landa他也算是老將 就算當副將也是當得很老練 那我覺得Landa 雖然說他們兩個在TT 我看他們在TT的表現真的都不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他們兩個在登山戰的積極程度 還有Movie Star在戰術上的變化 他們兩個確實在第三週 我覺得啦 第三週還是有可能有一些搞頭 還是可以拉拉就對了 不要說拉 一定是說 可以給大家一點威脅 然後是他跑出去你 不敢放給他跑那種 那種威脅 對 那最後一個我們講一講7YES好了 你覺得其實他在 他在第13還第14的時候 他已經落後真的很多 他整個開掉 但其實這幾天他有點回魂 好像開始慢慢追回來 那你會不會覺得他在第三週 也許乾脆學像 去年他是被 Frumi一個絕地大板工 你有沒有覺得他可能在第三週也要 學一下這種戲嗎 一站要追兩分鐘回來之類的 你覺得有可能嗎 以7YES這樣子 我覺得以他來講 我不覺得他會做這麼大膽的舉動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 他要做這種進攻 是要整個車隊 經心而立 去幫他完成這件事情 不是說他一個人單飛就好 他在他單飛之前也是有很多 前置作業要做 當然車隊要佈好所有的補給路線 然後 隊友要在 隊友也要很照才行 對對對 然後在 隊的時間出現 幫他 幫他去那個 去搶時間 那我覺得 以他目前的表現 我不覺得他有 他有這個 這個能力去玩這個遊戲 好吧 那 總之不管如何 我覺得這個第三週 會 把整個環藝 因為第一週大家看起來是真的比較平淡 可是第二週你會發覺 這個戲開始 開始好看起來了 主角開始入戲的時候 就整個是不一樣 那第三週肯定是 每一站都要刀刀劍骨了啦 不這樣子的話 你真的時間就是送人家去了啦 也很謝謝13大陪我們來回顧環藝的第二週 那下一週就是整場環藝的一個總結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影片的話 也記得就是 訂閱分享 然後 有按小鈴鐺 如果你喜歡正經的討論比賽的話 記得來到我們No.13的一個粉絲頁 他的裡面的 內容真是非常有料 而且即時 謝謝大家我們下週見 掰掰 掰掰